这些就是建成礼办公处这些日子以来募集到的爱心 从罐头、保温杯、美食锅、毛毯等等 从寺庙、志工到民众的爱心都有 而这张贴在墙上的就是善心人士的名单 而将大家捐的钱,志工们不但出钱也出力 将募集到的钱买了许多的物资 以发送给里内需要帮助的人 非常感谢我们里内的志愈工 还有善心人士以及店家 每一年都能集资 把购买一些物资 来送给我们里内的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那今年我们已经迈入到第九年 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想说在过年前 一点点的心意 跟这些弱势的家庭来结一个善缘 关怀他们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建成礼的黄信玉里长 九年了不中断 然后陆续结合各界善心人士 还有我们里内的志愈工 共同发起这个善举 然后照顾我们里内的弱势民众 那民众都感觉非常的温暖 寻手对环保志愈爱心不缺席 当天针对志愈易工善心人士 里长也特地颁发了感谢状表示感谢 并且将募集到的物资统一发放 里内共有36户 包括了中低以及低收入户 还有独居长者 今年也特地发了1500元的全联礼券 让他们可以自己买生活必需品 因为以往我们有时候都买物资 真的是太重了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是有部分拿出来使用全联的礼券 等于让他们自己可以就他们个人所需去购买 同时也减轻这个的重量 让大家来领的时候才不会提得腰酸背痛的 对啊 所以我每次都选他 而且他真的很勤劳 对 而且他反正只要公庙什么有剩的 甚至我有时候去住院 然后我说那我就留给需要的人 他都说没关系我等你出院再来拿 他也都会留在办公室给我 连续9年寒冬送暖 里长也准备了洗衣粉洗衣巾 专用垃圾袋等等 当天若是家庭也将大家满满的爱心搬回家 物资多到拿不动 里办公处也出动了志工帮忙提下楼 建成里寒冬送暖 希望让若是家庭都能够平安过好年 这层慧玲 细子采访报导